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锁定人口密度高的新装饰 有包粽子又上庙宇来参拜 而民进党的蔡英文不只是跑基层 她还举办了选战开打之后的第一场基层座谈会 首领的和婆婆妈妈一起为身心障碍者包粽子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包起粽子一点也不生疏 折种叶装馅料一下子就包好一颗 还希望大家能多帮身杖者尽一份心力 支持者还送上热腾腾的粽子 希望年底五都选举也能包粽子 包完粽子还马不停蹄的赶往新装地藏安上香 只是对手蔡英文之前也来参拜过 宣战拔庄意味浓厚 昨天是达总也的生日受淡 那今天来参拜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两个礼拜前我也来参拜过 我想我们各地的庙宇我们都是祈求 大家都能够平安 平心北市长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跑基层也没停过 上午到北端的共聊和湘明一起包粽子 下午就到瑞芳镇的福山宫参拜 还受到当地乡亲热烈欢迎 除了向土地供祈福 蔡英文也选在瑞芳召开选战开打后的 第一场基层座谈会 并开出新北市的第一张支票 从推动东北角观光发展 并创造就业机会 对话新北市的愿景 用证件向选民拉票 我们不会只是一个台北的附庸跟边陲的城市 我们会让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五都选战新北市居贯的人口数 成为选战一级战区 不管是人口聚集的新庄市 还是扶元广大的东北角 蓝绿洲日基层抢票 新北市的每一票